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的28章的31节到43节 题目是 祭司的服饰 出埃及记28章31节 你要做以佛德的外袍 颜色全是蓝色 袍上要为头留意领口 口的周围支出领边来 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 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做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 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 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 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 亚伦供子的时候要穿这个袍子 他进圣索到耶和华面前 以及出来的时候 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 使他不至于死亡 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 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 归耶和华为圣 要用一条蓝色袋子将牌系在 冠冕的前面 这牌避在亚伦的额上 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 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礼物上 所分别为圣的 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 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要用杂色细线织内袍 用细麻布做冠冕 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 腰带 火头金 为荣耀 为荣美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戴 又要高他们 将他们分别为圣 好给我供祭司的职份 要给他们做细麻布的裤子 折眼下体 裤子当从腰到达大腿 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入会幕 或就近坛 在趁索供级的时候 必须要穿上 免得担罪而死 这要为亚伦和他后裔 做永远的定力 耶和华神在交代了 以佛德以及决断版之后 神又继续启示摩西要制作 以佛德的外袍 其实从原文是看不出 是应该穿在外面的外袍的字样 更好的翻译是以佛德的袍子 是的 这袍子是穿在内袍的外面 但是应该是穿在以佛德的里面 更是在决断版的里面 因为没有道理把那许多的宝石给遮住 这穿在内袍之外的外袍 是全然用蓝色线制成的 领口要双层不缝叠 免得领口破裂 这些在如今制造成衣的时候 产品时 可以说是一个尝试的要求 但在当时却必须要由神来特别启示 最特别的是在袍的外袁 也就是穿起来以后 袍的下园要缝上相间的石榴和精灵 什么是石榴 是一种水果 但是这里的石榴就是用蓝色红色紫色的线 所结成的小球 可能在一寸大小 在这个外袍的下园 就给缝上了十几二十个石榴 以及相间隔的精灵 一个精灵一个石榴 再一个精灵一个石榴 这样让祭司在走动的时候会有声音 有声音的进入圣所和至圣所 那么祭司就不至于死亡 反过来说 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内走动的时候 只要精灵还有发出声音 那么就表示大祭司还没有死亡 还有金牌 所穿戴的地方是额头 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是金灌 只是灌面是戴在头上的 然而这个金牌却是用蓝色的袋子 给绑在额头上 在金牌上刻着 归耶和华为圣 这里说这个牌子要细在亚伦的额上 是要亚伦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要由亚伦这个大祭司来担当 以色列人犯了圣物的罪孽 那就是以色列人没有遵守有关于圣物的罪 这些罪都要由亚伦这个大祭司来承担 他要带着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 才能不被这些罪孽所杀死 这个由大祭司来担当会众罪孽的概念 是早早就被神启示的 是要有分别为圣的人能够承担起会众的罪孽 而这个基督从天上来的大祭司 为我们所要承担我们所犯的罪 使我们在耶和华面前蒙怨纳 并且他也无需这个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挂在额头上 因为他本身就是圣洁 还有内袍 用杂色的线来织内袍 这样就使得内袍看起来不太显眼 用细麻布来做冠冕 那也就是普通的麻的颜色 还有绣花手工做出来的腰带 这个腰带大约是穿在以佛德以内 或是细在内袍或者外袍之外 因为亚伦的儿子们没有以佛德也一样细腰带的 亚伦的几个儿子现在还不是大祭司 他们也有内袍腰带火头巾 这些也是特制的 是加给他们的荣耀 要给他们穿这些也要高他们 让他们可以进入圣所 但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 还要让他们穿裤子可以遮掩下体 这个在如今是很普遍的观念 但是在以前古早的时候 人是穿了袍子里面就不穿裤子的 这样计量快要通风 穿了袍子在正常的情况下 是不会漏体的 但是在圣所里面供职的时候不行 神要侍奉他的人要穿上裤子 可见神对工人的圣洁要求是比一般人更高 如果人在圣所内或是附近漏体 其罪则可能就是死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 祭司在圣所内侍奉因而遭罪而死的大有人在 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不久就会有介绍 阿们 阿们 我会知道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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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芽